你知道就在这个月 Switch在它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年里 竟然被完全破解了吗 最近频繁以Switch烧录卡 作为关键词的新闻报道 其实有不少 但都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震惊的 因为它的出现 可能会给整个Switch游戏市场 带来一场海啸 目前流传出来的破解视频 就是这段 这个是Switch的卡带 上面竟然插着一个Micro SD卡 它就像是一个变形怪 只要按下菜单里显示的游戏就会改变 你可以玩任何你想玩的Switch游戏了 这个小东西 名字叫做Mic Switch 我顺着它狠狠调查了一番 发现它不仅自己厉害的可怕 它背后的故事更加令人震惊 诶 等等 虽然不被主流认可 但是Switch不是早就被破解了吗 没错 是早就被破解了 但是Mic Switch和之前的完全不同 目前破解Switch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软件破解 短接Joy-Con的接口 然后插一个专门的破解硬件 在Switch的Type-C口上 安装虚拟系统 这个方法只支持序列号非常靠前的旧版Switch Lite AI和OLED就没戏了 第二种是硬件破解 可以支持所有型号 但是需要拆开机器的背板 焊接一个小芯片上去 不论是哪种 都不太适合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 都太麻烦 讲究太多 所以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 Mic Switch和现有的破解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你不需要对自己的Switch做任何修改 无门槛 极插极用 适用所有系统 所有机型 非常强悍 官方定价65美元 只卖一个Switch游戏卡带的价格 这玩意还有官方呢 任天堂法务部难道不会重拳出击吗 我们来看看 Mic Switch官网怎么说 一上来就是非常长的免责条款 这个产品和任天堂本设没有任何关系 巴拉巴拉 官方还强调 这是一个用来备份你已经拥有的游戏的工具 并且提示了 即便是备份自己的游戏在很多国家呢 也并不合法 请参照你当地的法律 还有什么 Mic Switch并不认可用来运行盗版游戏的ROM 不管是网络上下载的 还是你朋友传给你的 运行盗版不仅非法 而且会让你失去MIC Switch的保修 措辞严谨 非常正义 进入网站 这个网站苏味也太浓了 都给我看笑了 过于典型了 他们卡带的背后 甚至还有一个同款五角星 下面写满了俄语 意思是 MIC Switch在俄罗斯联邦开发和制造 在俄罗斯制造 硬是弄出了一种在苏维埃制造的感觉 哎哟 他们还准备把MIC Switch送给媒体做评测呢 所以这么厉害的烧录卡 是俄罗斯老吭哧吭哧研究数年 终于在Switch7岁高龄的时候做出来的吗 嘿嘿 太天真了 我曾经在一期视频里提过一起任天堂的诉讼 一个加拿大大叔 因为卖Switch破解工具 被判了三年 还要赔偿任天堂1450万美元 人民币一个亿 他的名字叫Gary Bowser 这位Bowser去年4月因为表现良好 提前出狱了 但是债 靠在监狱图书馆里打工 只还了175美元 Bowser出狱以后 每赚一块钱 就要先还三毛给任天堂 非常凄惨 但是我们都知道 Bowser自古以来都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最早曝光Makeswitch的媒体 是这个横空出世的网站 aftertimex.com 有网友顺藤摸瓜 从这个域名的DNS变更记录里 找到了一个熟悉的ID Gary OPA 这个ID就是Gary Bowser 好家伙 又是你啊 Bowser 怎么想的 任天堂让你赔偿一个亿 就是为了让你敲响警钟 下半辈子一边打工一边还债 不是让你知道自己还不起了 还想着从任天堂兜里套钱 难道你是准备靠卖Makeswitch赚的钱去还债吗 靠销售盗版任天堂游戏的工具 去还之前盗版任天堂游戏欠下的罚款 每卖出去一套Makeswitch 任天堂就能拿30%的提成 Makeswitch如果卖得好 给任天堂带来的损失 肯定远远大于Gary偿还的欠债 当然现在Gary已经发点澄清 说自己被盗号了 但是没有人信 在这整个破解背后 在Bowser的背后 是一个名叫Team Executor的团队 这个团队已经在破解游戏机这个领域里 深耕几十年了 有三名成员 除了Gary 老大Max Luan 法国人一直没有被引渡 还有一个中国深圳人 名叫Chen Yuen Ying 因为在国内 所以也没有被逮捕 找到初代Xbox Xbox 360 NDS 3DS烧路卡 到现在的Switch软破解硬破解 都出自他们团队 所以有些网友猜测的 Switch最后一年出现烧路卡 是为了轻库存 就完全是阴谋论了 且不说软件比硬件赚得多 Switch2可能还是要向下兼容Switch的 对任天堂来说 怎么着都是一百倍的不划算 其实Makeswitch这个时候才上市 或者说才能上市的理由 是Gary Bowser刚刚才出狱 就算Team Executor这回整个cosplay 成了一个俄罗斯公司 肯定也已经被任天堂死死盯上 毕竟任天堂和盗版 已经缠斗了很多年了 像Makeswitch这样的设备 我们一般叫它烧路卡 烧路原本指的是一种很古老的技术 名字呢也用了下来 现在都是指外形和正版卡带一样 但是可以插一个MicroSD卡 来装更多游戏 在历史上的烧路卡里 最出名也是给任天堂造成的 最大麻烦的就是NDS-R4 因为太过于方便 功能也很强大 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流行 让NDS成为盗版横行的一代主机 有机构统计 仅仅宝可梦 钻石珍珠这一个游戏 就被盗版了500多万次 任天堂不得不派出法务部 全球出击 到处起诉 来禁止R4的销售 效果有那么一点点吧 但无法杜绝 之后任天堂就和烧路卡厂 开始了轮流更新的猫鼠游戏 后来的3DS也有Gateway烧路卡 对于Mix Switch 只能说还好之前把包色关了进去 现在才能在Switch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年出现 对任天堂的影响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小的了 另外一个降低对任天堂影响的地方是 Mix Switch用于破解也并不是完美的 它还是有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 Mix Switch包含两个设备 Mix Switch卡带和Mix Switch Dumper Dumper就是用来备份你拥有的Switch游戏的 把Dump好的ROM文件放进MicroSD卡里 再把它插进Switch 那这个时候多个游戏要怎么切换呢 嗯 答案是拔出来再插 这样它就会切换列表里下一个游戏了 不能说是特别方便啊 如果我有20多个游戏 想要新换到下一个游戏 万一错过了 那不是又要再按20多次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网站完全没有说Mix Switch要如何联网 所有的Switch卡带 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证书 任天堂会追踪这些卡带 这样他们才能知道 这个卡带有没有被领过金币 这岂不是要出大问题 在理论上 Mix Switch备份的呢 是你合法拥有的游戏 你卡带的证书和Key 没有别人在用 任天堂也不知道你用的不是原版 但实际上呢 买回去想玩盗版的人 会发现自己下载的ROM 和其他几千个人 共用一个证书 这联网任天堂不就发现了 好几千个人在同时用着一张卡带 这不全都给ban了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如果Mix Switch没有额外的绝活 去避免联网验证 那实际上还是只能够离线游玩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它都比现有的破解方案 要方便太多了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Mix Switch可能带来的影响 和买它的道德问题 首先这个卡带的面试 肯定会打破现在破解和正版的平衡 二手Switch卡带的价格 会逐渐开始下滑 虽说很多有收藏和联网对战需求 以及有强烈支持正版的人 还是会买正版 但Mix Switch方便又不贵 很容易受到普通消费者的青睐 烧路卡的诱惑 比倒买倒买二手卡带要大太多 很容易就顺手买一件了 相应的 二手卡带的交易市场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活跃了 越是平庸的 容易被人通关后转手的游戏 受影响就越大 Switch卡带失去理财功能 很多二手交易平台的流量下降 实体卡带淘宝店的价格也会趋于稳定 销量也会受到影响 它们很可能就会转去卖这个烧路卡了 其他影响就比较灰色了 一方面 盗版肯定让很多好游戏 触及到原本触及不到的群体 毕竟对于很多人 尤其是小孩子 正版游戏横竖都买不起 它们本来也不是潜在消费者 那这就会是一个有人受益的好事了 但另一方面 开发者的软件销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对于一些财力雄厚 全球布局的大厂 可能只是少赚了一点 但对于一些独立一点的公司 那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差别了 盗版确实违法 但破解啊 烧路卡 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灰色的地带 像R4 虽然是最流行的盗版工具 但是也催生了大量的社区自制软件 甚至有个大叔用它来遥控相机 Mix Switch也是类似 拥有和使用 把游戏从实体版备份成数字版 还不涉及盗版 如果你不把档布出来的文件分享出去的话 但是盗用开发者用心制作的文化产品 虽然任天堂的法务部是不会来追杀你的 但是还是不太光明正大 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这样做 除非今年Switch 2推出 Switch变成了复古主机 并且上面再也不推出任何Switch新游戏 那玩复古主机的盗版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并不过分 此时此刻 Mix Switch还没有正式售卖 比起破解 我更好奇任天堂会做出什么反应 不知道法务部会不会重拳出击 会不会在大范围半机 甚至提前公布Switch 2 2024年 Drama应该会挺多的吧